桃園市長鄭文燦市其飛輪所在地點 是桃園第二座果民運動中心 除了正式展開三週免費市營運外 還加碼擠出優惠 採取平價收費以外 那麼附近的這個里民可以打八折優惠 那主要是要提高使用效率 那不過每天早上的八點到十點 下午的兩點到四點 公益時段是免費使用 也是要鼓勵提高使用率 收費標準也強打低於雙北 耗資兩億打造南平運動中心 為地上兩層地下兩層建物 內含游泳池 體適能中心 運率和飛輪教室等設施 也曾榮獲國家卓越建設奖肯定 那另外在南坎西沿線 我們也設置了U-bike站 那陸續建置 那這邊剛好是一個中心點 我們會設置一個南坎西驿站 桃園勝個直轄市不到四年 人口增加率位居六度之冠 已經超過220萬人 南坎運動中心市營運後 中立運動中心也緊跟在後 桃園市府喊出增加10座運動中心的口號 要把桃園打造成運動城市 桃園新聞陳明彥 徐國豪桃園報導 桃園報道 桃園報道 桃園報道